荣耀发财快保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不需要做任务 只要登陆12天 就可以领取一款史诗皮肤 LUNA以后强谱可以同时打出 近远两种形态 就在今天 王者正式赴迎来那波更新 赶快来看看吧 首先是福利方面 从今天开始 一直截止到12月11日 我们都可以报名参与 签到领史诗皮肤的活动 活动时期时间 这次从你报名的那天开始算 往下数30天 只需要在这30天 完成12天的签到之后 再随便对局一场 就可以领取皮肤了 而这次王老师良心的地方在于 你如果后续时间紧张 完成不了12天签到的话 也可以通过后续的补签任务 来追赶进度 一场对局就相当于补签了一天 接下来是峡谷内地调整 王老师这次对4分钟前 对抗路兵线经济和抗性 进行了调整 以后4分钟前 远程兵和近战兵的基础经济 各提升1块 也就是说 以后每波线会多出3块 小兵的抗性方面 调整为和发育路一致 进到了180点 空间之灵也从之前没有法抗 调整到了180点 以后像雕茶米月这种法系编路 在对线上的优势会大大降低 在英雄调整方面 露娜以后的强谱 会同时打出远近两种形态 手果方面有了极大的提升 露娜玩家又可以站起来了 第二位吕布在体验服的调整 终于定版上线 以后吕布在附魔的情况下 二技能以及大招边缘 都可以造成真实伤害 同时普攻回复生命值的效果 前期基础数值提升15 后期提升30 外生命值加成少了0.75% 对于战事流吕布来说 全期都是加强 纯肉吕布后期回血有所降低 而在未附魔的情况下 吕布的普攻和技能 新增了30%的物理穿透 加强了吕布的带线发育能力 这里我突然有个想法 以后吕布做一个碎心锤 岂不知有相当于 常驻70%的穿透 再配上破空10%的减抗 以及苍穹和合适的名文 满足40%的冷却 我那个功能流吕布 有没有感兴趣的家人 提前来尝试一下 告诉我强度如何 我们再聊回调整 在商案方面 这一次12技能基础数值没变 额外AD加成小幅下调 大招基础数值 全期提升100点 后期提升200点 同时额外AD加成削弱了0.4 整体来说 在大后期属于一波小削弱 而坦度方面 这次13技能回复效果 以及2技能的护盾 都改为了和被动普攻一样 全期基础数值提升 额外生命值加成下降 也加强了战事流吕布 削弱了坦克玩法 这里有个好消息 是在体验幅 2技能削弱的减速效果没有上线 以后2技能不仅可以打出真伤 还可以正常造成减速 但大招的减速 由固定的50% 改为了随等级成长 前期改为了30% 后期提升到了60% 整体来说 肯定是薄加强 削弱了纯肉吕布的强度 估计编程肉刀吕布 玩法后续可能回归峡谷 最后就是对新版关羽的手感 进行了优化 调整了关羽移动普攻 以及移动普攻时 衔接强谱的手感 以后会更好控制一些 以上是本次正式服更新的 所有套程 你们觉得铝布加强后 强度如何呢